非常熟悉的同学和家长有问我问题 是我在本科毕业在美国就工作 然后就去申请工作签证好 还是我硕士毕业去工作申请签证好 我今天就从移民局的2022年 拿到工作签证的数字 按年龄的分段来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移民局的数据是非常全的 它每五年分一个阶段 最低是低于20 然后20到24 25到29这些阶段 那低于20岁的 整个全美只有一个通过的 我们不说了 20到24的一共有10600个 是占所有工作签证 拿到人数当中2.4% 那我们再看25到29 我当年就是27岁拿到的工作签证 这个人数是1111 占25.2 就是四分之一 到了30到34 这个年龄段就更多了 是143900人 占32% 35到39岁 是111000人 占25% 所以20到24这个年龄段 它就是剩下这三个更高的年龄段 就25 30 35 十分之一都不到 这是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美国大多数的就业的职位 都是同样对本科生和硕士生开放的 就是硕士本科生都是来争取同样的职位 那我作为一个雇主 我雇人的话 你都是国际学生 我都要给你折腾去办工作签证 这些东西 那一个本科生 一个硕士生摆在这 那我当然还是倾向于要 这个硕士生他的学业能力也更强 可能就业能力也更强 可能人也更成熟 这个硕士生就更有竞争力 那第二 就是在办工作签证抽签的时候 本科生有一次机会 而硕士生在当年 是有两次机会的 移民局也更希望 要更高学位的这些学生 所以这才导致了 20到24 这个本科的年龄段 比剩下三个年龄段 都要少十倍的原因 那么具体到我们的同学 如何来规划自己 我想这要考虑两点 第一就是 如果你本科毕业 你CMU计算机的 你又有很多段的实习的经验 你能工作 你可以去工作 那么你要有一个准备 如果你要万一抽不到 可能你要回炉 去再去学一个硕士 我好几个学生也是这样 那也可能你就抽到了 第二 可能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同学来讲 本科毕业 不一定有非常强的 就业的竞争的能力 所以你如果又是跌跌碰碰的 找到一个工作 然后你倒是又没抽到 而且又因为你在工作的过程中 结婚有孩子 可能影响你将来到学校回炉的决心 那可能在这个时候 对你来讲 主要的精力放在硕士毕业 再去求职 对一些学生是更加有利的 那么从具体实践的数字来看 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大家知道去年来美国的印度学生 比前年增加了430% 而印度学生将近90%都是来美国读硕士的 而且大多数都是来读理工科硕士的 那么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在这读完硕士 然后就工作 而中国来的留学生 在去年 也是七年当中第一次读硕士的学生 超过读本科的学生 我们中国的学生 现在也是更加的实际 更加多的同学来美国读书 是为了留学之后的就业的结果的 所以今天讲这些数据和分析 可能第一 对我们在美国正在读本科的同学和家庭 可能会有一些参考的意义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中国读的本科 是不是要来美国读硕士的 这些同学家庭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参考的意义 好 美国学学学找后人 我是陈阳老师 你给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